大家请合掌 纳莫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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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掌 我们请放开第73页 这个我们上次讲到这个170经 这里因为有人提问 我再把它重复一下 那么从下面算起来第8行 从下面算起来第8行 这个今当更问 四尊运及寿 唯五运亦寿也 这个提问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寿啊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是取的意思 五寿运就是五取运的意思 这个不是感受的寿而已 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 那么它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的五运就是 只取的这个取吗 就是这个寿吗 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亦寿耶 五运跟取跟这个寿啊 是亦还是亦的意思啊 那么佛告比丘 非五运即寿亦非五运亦寿 就是说 这个五运啊 不一定是只取的 不是等于只取的这个寿啊 但也不是离开五运有这个取 有寿 我们这个五运的功能啊 我常常讲啊 它的本能来讲 它不一定有只取 只取是我们对于万法不理解 所以叫无名不清楚不明白 才产生只取的 有贪爱只取啊 才叫受的啊 所以五运不是一开始 每一个人的五运都一定是只取的 所以说五运不一定就是取 但是不离开五运而有取 这样知道意思吧 离开五运我们不会只取 所以取的这个寿跟五运啊 是不义不义的 这样知道意思吧 五运不等于一定是只取 但是只取的不离开五运而有 所以叫不义不义的意思 所以后面就解释了 能于彼有欲贪则是五受运 所以说在五受运产生的只取 贪爱 那个才叫五取运嘛 五受运嘛 这样知道意思啊 所以这里要让我们明白 五运不是等于一定是取 因为他能净化嘛 如果我们现在以名相应的话 净化啦 那这个五运只是五运 他不一定是取运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一定要明白 那么他继续的问 善载世尊随喜随喜今父更问 世尊有二运相关耶 佛告比丘如是如是 又若有一人如是思维 我于未来得如是设 如是受 如是想 如是行 如是设 如是适 适比丘 运运相关耶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叫运运相关 就是前运跟后运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的五运 跟我们下一生的五运 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们这一世的五运啊 是与贪取相应的 那这个叫五取运 或者叫五受运 是不是 如果这一生没有净化 没有与民相应的净化 那我们有一个必然的现象 就是此运灭与余运相应相续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我们以未来世 就会又有一个直取心的五运 好 那未来世的五运 跟这一世的云运有没有关系 这样知道意思吧 未来世的五运 跟这一世的五运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理这一世而有的 这样知道意思 也是不依不易 那有没有关系 有有关系 这个叫做运运相关 这样知道意思吧 前世跟后世的五运 虽然不是一个 但是有没有关系 有 因为这一生的没有净化 直取 带来此运灭与余运相续 所以未来的五运 是不理这一世的五运而有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是不是运运相关 好 好 那这一点我们明白以后 我们就要注意一点 那么我们这一世今天有这个五运 我们前几经不是讲过吗 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 就是我们过去的行为造作的业力 相关的 才会有这一生的这个五运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这一世 如果不净化 那么未来季 所产生的五运也是跟这一生的五运 有关 那过去因缘为什么会流到这一生的五运来 因为过去有取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这一生呢 就是有取 所以我们一般人把这个有取的五运 包括四运也是叫有取四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我们讲这一生怎么样 下一生怎么样 其实是怎么这个运运相续的关系 那要不要有一个我 或者是本体 或者叫灵魂来轮回相续 不需要 这样知道意思吧 这个无取应的功能本来就是这样子 这一经就讲到这个重点 所以我故意再提示一次 这个可以让我们理解 外道总是要有一个神我 是不是 有一个大我 有一个不孙不灭的我 但是佛法需不需要这个永恒不变的我 不需要 这样知道意思吧 如果这个我是不变的 那你怎么 怎么能解脱 就是因为我们的直取 它是如幻如化 所以这个五运能不能进化 可以进化 进化了以后 它只是不再相续 这样知道意思吧 是不是有一个我消失了 没有 这样知道意思吧 它本来就无我 这个观念很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 因为有人提问 我就利用这个音源再把它解释一下 让大家比较清楚 无受应就是无取应的意思 这样知道意思 这个受不是感受的受 是直取的取 爱取的取 这个大家要分清楚 这样就简单再介绍一次 那现在我们换到七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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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个第一七八经 上写的两百零三页 上册第两百零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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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自日为 为众为众说法 超诸论诗 这个倪前子 就是外道的一个很有智慧的论诗一样的 这里就表示他的有聪明慢 就是很有智慧但是也很我慢 那么每座四念 他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诸沙门婆罗门无敌我者 不管是沙门还是婆罗门 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 所以这里就讲我慢 自大乃至如来亦能共论 包括如来讲我们的佛陀 他都能跟他共论 把自己的身价抬高到跟 这个世尊等位一样的那种自台身价 诸论诗辈文我明哲 头额今溢下汗毛孔流水 就是一般的这些论诗听到他的名字 头都会冒汗 溢下都会伸汗很厉害 这个就是有一点真的是自大 所以说我慢是真的确实是这样子 我论一风能言言草则数 他的这个口才在辩论的时候 这种论风草都会倒下来 树都会折断 吹破金石 辅诸龙相 何况人间诸论诗辈能当我则 那这样的想法你就知道他内在 多致富把自己抬得很高 看不起一般的这些论诗 石油比丘明阿斯波士 曾照佐伊持波 威夷阳旭端士评设 入城其时 这个阿斯波士也是一位佛弟子 那么他也是早上去脱波 而使沙泽尼前子有少元寺 一株聚落从城门出 遥见比丘阿斯波士记忆其首 问约 这个尼前子刚好碰到阿斯波士的 这个地方 过这个地方就去进去拜访他 就问 问言 沙门渠坛为租弟子云和说法 就问这个阿斯波士 这个你的老师 这个 渠坛 用什么法来为弟子开示的意思 以何等法教诸弟子令其修习 教导什么法呢 阿斯波士言 佛种居士 是这样说的 诸笔修 于是当官吾我 受想行事当官吾我 此五受孕 此五受孕 请方便官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刺 如杀 如常 苦 空 非我 阿斯波士 这个 我指 心态 如我的观念 认为是邪见 我当一笔 难解令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 共论议 若如其所说则 我当一笔沙门渠坛 与共论议 禁却回转 禁却回转 避随我意 我今天听到阿斯波士 他是 瞿坛的第一弟子 听他所说的 那么 我就能够理解了 我就可以去找瞿坛来 论议 跟他共论议 我就可以禁却回转 避随我意 可以什么样 自由进出的 因为好像很有自信的 那就比喻 比如似乎 一把 这个 这个是什么 一把拔草 应该一把拔草 守之其境 空中抖手 除诸乱碎 这个是比喻 好像伸手 拔杂草一样的 在空中抖一抖 把那个泥土 把它抖掉一样的 我意义如是 与沙门渠谈 论意难解 难抖 直其要领 尽缺回转 随其所欲 去其邪说 他把佛陀 他把佛陀 讲的这个 无产无我的开示 当做是 邪说 如 如 孤久家 直取久了 押取清存 去取朝子 我意如是 以沙门渠谈 论意 難解 近 却回转 取取清真 去诸 邪说 他都用比喻 过去印度的这些人 他们很有思维能力 语言文字都很会用比喻 用拔草 就像去酒潮里面 把那些酒 滤出来 变成很清纯的 把那个糟糠都丢掉 意思就是说 找佛陀去论意 把他错误的观念 都把他去掉就对了 让他清纯 是这样的想法 如知席诗 以席圣诸 税物 遇事卖时 以水洗折 去取臭汇 知那个草席 要卖以前 要用水把那个臭的味道 要把它洗干净 我意如是 以沙门取谈所 于共论意 净缺回转 直起钢领 去诸 会说 比如王家 调象之诗 他比喻还蛮多的 你看 一二三四四五个比喻 很厉害 好像调象之诗 千大醉象 入深水中 洗其身体 四肢 耳鼻 周篇沐浴 去诸 成会 我意如是 以沙门取谈所 论意 难解 尽缺回转 随意自在 直起要领 去诸 会说 这样就比喻了四种 五种 如诸离居 亦应共网 观其得失 终有离居做事严 他还要找这些人一起去 要展现他自己的才华 然后 要降伏佛陀 要让大家看一看他的才华 那么这个就有离居这样讲 若 撒测尼前耻 能以沙门取谈 共论意者 无有是处 这些离居 就有人 听 当然是不认同的 因为他理解 他了解 世尊真正的内涵 哪里是他能够跟他 真正的共论意呢 但是另外又有这样说法 富有说言 撒测尼前子 聪慧立根 能共论意 有人就认同 有两种 十有五百离居 于撒测尼前子 共议佛所 未论已故 就五百个离居 跟他一起去找世尊 这是前面的因缘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就有一种 很如实的感觉 这是一种记录一样 很如实的记录 佛陀的时代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不像现在 现在的因缘跟过去不一样 当时佛陀 他弘扬佛法的时候 就面对的是整体性多数外道 真正皈依佛陀的是少数 所以来辩论的 来责难的 现在来讲就踢管 来踢管很多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佛陀在那个时代 要弘扬这种政法 是真的相当不易 如果没有相当正确的内涵 你说他要怎么去面对这么多的外道 而且普遍性我们就看出来了 佛陀谈的是无常无我 所有的外道没有一家 或者是一派 是一样的 只有佛陀谈无常无我 这个特质我们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来 好我们再看讲义 而时世尊于大林中坐一树下 而时世尊于天住 时有众多比丘出房外 临终惊醒 遥见 撒泽尼前子来 见见 遇诸比丘所 问诸比丘言 沙门渠坛住在何所 看到很多比丘 就问他 佛陀在什么地方 比丘答言 在大林中 一一树下 一一树下 住于天住 这个天住就是露天的 撒泽尼前子 既亦佛所 恭敬问训 于一面坐 诸黎姬长者 亦亦佛所 有恭敬者 有合掌问训者 问训于 于一面坐 你们这里就看到了 这个记录很实在 包括这些黎姬 看到佛陀 有很恭敬的 也有合掌问训的 也就是说 各个的心情不同 表现的这种态度也不一样 问训于一面坐 是沙泽尼前子白佛言 我闻齐坛做如是说 做如是教授朱弟子 叫朱弟子于色观无我 受想行事观察无我 此无受孕 请方便观察 如病如庸如刺如杀 无常苦空非我 唯是虚谈有如是教 唯是传者回虚谈也 如说说也 不如说说也 如法说也 法赐法说也 无有一人来向难解 另夺付出也 你看他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问法都有共同处 一定要先问 你有这样教导吗 你有这样说吗 还是一样会先这样问 是不是你真的这样说呢 还是别人误会啦 或者是讲错啦 传错啦 或者是根本他就是毁谤你 根本不是这样子 他们都会这样问 甚至后面他还会问 你这样的讲 这样的说 有没有人来跟你问罪就是啦 问难就是啦 有没有人来跟你这样的问 问难 连这个他都会问出来 然后 问难的结果是让你堕付出 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回应 让你堕在付出你就怎么样 输啦 不敢再跟人家论啦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则何 佛告你前子 如如所闻 比如说说 如法说 法赐法说 非为诽谤 亦无难问另夺付出 活头就回答了 你所听到的 这些圣弟子们这样说 他说都是正确的 没有毁谤我 都是如法的说法 也没有人来因为这样问难 而让我堕以复处 佛头就是这样的回答 所以则何 为什么 我十位租弟子说如是法 我确实是这样说 我时常教租弟子 令谁顺法 叫令官舍无我 受想行事无我 官此无受孕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杀 无常 苦空 非我 佛陀 承认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看这个文章会觉得很繁复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但是 一般的记录就是这样 很如实 这个就是很如实的地方 尼浅子 萨泽尼浅子 白佛言 取谈 我今当说必 佛告 萨泽尼浅子 遗之事实 比如世间 一切所作皆依于地 如是 色是我人 善恶重生 受想行事是我人 善恶重生 他反对佛陀讲无常无我 他认为 世间一切的所造作 一切都因于地 这是地水佛风的地 这是色法 所以色就是我 那么善恶 就从这里才生出来的 受想行事就是我 善恶也是从这里生的 他把这个我 是从五蕴去认为就是我 而佛陀讲的是五蕴非我 无常非我 刚好相反 幼父 比如 人界 神界 药草 树木 皆以以地而得生长 比如色是我人 受想行事是我人 耶 他 他 还要重复 问一次 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色就是我 受想行事就是我 你是这样说吗 还要再重问一次 答言如是取谈 色是我人 受想行事是我人 辞等 诸等诸众 稀做是说 意思是说 这个不是只有我说的 这里所有的大众 都是这样讲的 其他所有的论议 都是这样讲的 佛告佛总居士 且立如论本 用引众人为 你要建议你今天来跟我论的一个根本 你何必去管别人怎么说 你用别人的说法 来替你自己的立场来说话呢 薩泽尼前子白佛 色时是我人 好 那这个就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了 对 色就是我 他不用说别人怎么说 是你怎么说 这个辩论一定要先有对象 佛告佛总居士 我今问如 你看佛头这个地方在破是怎么破的 我们就要注意了 这个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今天还有我执 还有自信见 还有石油感 还有本体论的观念 还有灵魂的观念 那你就要注意了 我今问如 谁以答我 比如国王 好 他现在做一个比喻 在一个国家里的一个国王 身为国王的人 余治国土 有罪过者 若杀 若虎 若病 若鞭 断绝手足 若有公责 是其相马 车臣 臣义 财宝 西能而火 如果今天是一个国王 在他的国土上 有人犯罪 是不是你可以用法律 或者是用国法 去判他死刑 要杀 要绑 要把他秉除 或者是用鞭打 或者是把他处罚 断他的手足 那么有公的人呢 是不是可以 国王自主的可以赏识他 给他像 给他马 给他车臣 包括臣义都可以给他 所有的财宝都可以赏识他 一个国王能不能这样子呢 答应能耳 当然 一个国王 在他的国家里面 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自主 可以主宰的意思 这样知道意思吧 可以主宰的意思 佛告佛种居士 凡是主者 惜得自在佛 好 你今天是一个国王 是一个主 一个主是不是能很自在 要这样 要那样都可以做主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打眼如是 好 那佛陀就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破他 佛告佛种居士 如言色是我 受想行事 即是我 得随意自在 令彼如是 不令如是也 好 那个我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自在 我就是主宰 我是长痕不变 好 那你今天说 这个五印就是我 那现在就要问他了 这个五印就是我 那你这个我 就像主宰者一样 能不能 你 随你的意念 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我要叫他这样 他就这样 叫他那样就那样 你能这样子吗 就像国王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 你叫他不要变能吗 叫他不要病能吗 不要产生情绪能吗 不要老不要死能吗 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子 你是一个国王 你里面是里面的主宰 你应该可以欲令如是 不令如是 这样知道意思吧 就用这样一个长的观念来破除他 使 薩哲尼前子 默然而住 回答不出来 这样知道意思吧 他发现自己的辩论 一下子被佛陀 一问 撒住了 没有办法回答 对啊 你说 撒住想行事无印是我 好 就用国王来比喻 他能自主 能主宰 那叫做我啊 好 那既然是我 你应该可以随意控制啊 所以他只问这个这里 你能随意控制吗 你能欲令如是 不如是 叫他这样 叫他那样都会听你的吗 他就马上就发现问题了 自己所利论的那个论点 怎么样 自己知道有问题 佛陀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一种辩论的奥妙就在这里 佛告佛总居士 速说速说 何故莫然 快点说啊 你怎么不回答啊 他知道他回答不出来 如是在上 煞哲尼前子 幽故莫然 吹了三次 他也没有办法回答 时有金刚力士鬼神啊 此金刚处 能否痴然在虚空中啊 臨撒尼前子头上做誓言 世尊再三问啊 如何故不打 我当以金刚主破碎如头另做七分 你们要知道佛陀的威德啊 鬼神都护法了 所以这个尼前子在这个地方啊 放肆 现在回答 你都回答不出来 你为什么不回答 你再不回答 我就把你头打碎了 佛神力故为令 哨哲尼前子 靖精当神 愚众不见 所以 不是所有人都看得到 这样知道意思吗 这是用神通显现 只让尼前子一个人看得到 哨哲尼前子得大恐怖 看到这个情形非常害怕 白佛言 不而是尊 不得不回答 不能 这一回答出来就败啦 这样知道意思 他不敢回答 好我不能做主 那不能做主 你怎么说他是我呢 所以佛告 萨哲尼前子 许喜思维 你好好想一想 然或解说 你不要急 你慢慢的思考 再来说 如先于众中 你不是在大众中这样讲吗 说 舍是我 受想行事是我 而今言不 前后相违 你今天为什么说不呢 如先常说言 舍是我 受想行事是我 火种居事我今问如 他现在又是一种起发 直接的起发 设为常业 无常业 从设法 让你去体会 他是永恒不变的吗 还是无常的呢 打眼无常 我相信 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大论师 即使是普通凡人 你同样问这个问题 我相信他答案都一样 这个不需要高深学问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射体 从小到大都在变 到老都在变 这个射法怎么可能是常 尤其是五印的射法 如果说这个木头 它也是射法 它可以很长远看起来都一样 是不是 说它不变 但是五印 现在是对五印来讲 我们身体的射法 从小到大到老 哪一个人不会发现它一直在变 所以他直接就问他 他是常还是无常 每一个人一定回答同样的无常 取谈 好 互问 无常则是苦也 因为无常它会变 一变 就苦了 是不是这样子 无常故苦 答言是苦 互问 无常苦是变异法 多文圣弟子 凌于中见我亦我相在火 答言不也其谈 受想行事亦如是说 佛告佛总居士 如耗失而后说 你好好再想再回答 互问佛总居士 若已射 为理贪 为理欲 为理念 为理爱 为理渴 彼射 彼射若变若益 当生 悠悲 恼苦苦 这个问题 我们一样要用心的去体会 我们今天 于这个设法 不只是设法 五蕴多事 如果我们还没有离开贪欲 没有离开贪爱 好 这个五蕴变化的时候 若变若益 这个是会坏 会老会变会坏 东西一坏的时候 设法一坏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引起忧悲苦恼 如是取谈 受想行事亦如是说 互问佛总居士 那么余射理贪 理欲理念 理爱 理渴 彼射若变若益 则不生 忧悲 恼苦 打也如是 如是取谈 如死无益 佛陀的 佛陀的 破除他的观念 然后在反问 问从如实的当下觉知中去 反问他内在的一种观察以后的那种回答 是不是跟一般的送圣地子的指导都一样 还多一样 这个其实就是重点 怎么样在生命的当下去观察他的无产物 这个方法佛陀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从扎案经前后 那么多经看来看去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用这样的当下的启发 我们的执着当下能认清当下就会离职 这个很重要 这个当下叫现观 知道意思吗 只有现观是最如实的 不是用想象空间的 理想化的 推理的都不是 是当下直接的观察 所以受想形式 一如是说 活种句是 比如 似乎身因重苦 常与苦寂 句 彼苦不断 不舍 当得乐祸 我们今天身体有病患 很痛苦 常常跟这种痛苦啊 在一起 他如果不断 不舍 你还能得乐吗 打眼不也去谈 如是活种居士 身因重苦 常与苦惧 彼苦不断 不舍 不得乐也 火种居士 比如 似乎 此乎 此乎入山 求坚实财 比如说 有人 拿着 这个 胡头 到山中 要去 取这个木材啊 坚实的木材 见芭蕉树 看到芭蕉树 宏大庸子 既断其根叶 漂泊其皮 乃至穷尽多无坚实 这是一种比喻 你看到芭蕉树 很大 看起来很壮观 好 你把胡头 把这个砍断它的 这个茎 那么 把它的根叶 一个一个的拨下来 最后呢 里面是空的 都找不到 为什么 芭蕉就是这样 它一层一层的 把这个 枝叶拨掉以后呢 里面是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在里面 佛种居士 如意如事 你也是一样 智力论端 我今善求真实之意 多无坚实 如芭蕉树也 你今天 就是像那个芭蕉树一样 自己啊 论 利论 利论 那么我今天要 找你真正的内涵 其实都找不到 你就像那棵芭蕉树一样 你自以为自己很厉害 是不是 很有内涵 结果我今天 把你的皮拨出来 里面没有一点东西 是空空的 跟这个芭蕉树是一样的 而于此众中感恩有所说 我不见沙门婆罗门中 所知所见 能以如来 应等正觉所知所见 共论义不摧伏者 而便自说 你自己这样的讲 我论义丰 炎草遮树 能破金石 调虎龙象 能令笔 而今 异汉毛孔水流 奇怪喔 他讲过的话一句都不漏 都能够重复一次 是 如今自问己意而不自立 先所跨所能辅笔相 今今自取而不能动如来一毛 到时候你 当时你在吹 现在吹不出来了 你要动如来一根毛你都动不到 你还要讲怎么样 让我流汗 出水 吹你 他这个地方就把他破掉了 你看后面这一段才好玩 啊 而使四尊于大众中 啊 啊 这个批这个 亦多罗生 啊 啊 信凶 而是 如等事看 来动如来一毛一火 这个 佛陀啊 就把这个披衣啊 这个拉开 胸部拉开来 来 你来试试看 你来动一根汗毛看看 你能动吗 这个 这个很好玩啊 这个地方看起来真的很好玩 啊 啊 啊 而使 五蕴 上面 只有我 这样知道吗 五蕴集我 另外一个就是 李蕴还有我 李开蕴还有一个我 一个是五蕴 啊 啊 执着有我 一个是李开五蕴认为有我 都不离开这样的直取 反正多要有我就对了 这样知道意思吗 啊 季运我 李蕴我 都是外道所执着的 啊 佛法刚好相反 就在五蕴中去观察 他的无常 啊 所以说他是无我 这一点就是 于众不同 于外道不同 这个特质就是我们佛法的特质 然后你看佛陀 什么样的破外道 什么样的对峙外道 有没有离开当下的启发 当下的观察 都是从生命五蕴当下去观察啊 是不是无常 这个很重要啊 不要看这个法好像我们常常听嘛 很简单嘛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在这里下手 在这里体会 这是很重要的 不要看这个简单哦 这个我执 实有感的自性戒一破啊 你所有的贪爱直取才能歇哦 你的习性才慢慢会离遇哦 就是这个根本 这一根本的就是无名起的我见我执 实有感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外道的执着在哪里 普遍的大众颠倒执着在哪里 其实就在这里 这个实有感的自性戒 那么这个身体也许知道他无常会坏 他们又只取一个内在的意识就是永恒不变的 心灵就是永恒不变的 不然就是离开五印以外 还有一个实在的我 像灵魂般的来来去去 住在里面 把这个五印当作我手 我的身体我用的工具 这样知道意思吗 而有一个我住在其中 这个都是外道的邪见哦 要注意听啊 那么到现在为止 如果你们能听出 无我的意义 佛法的特质 观察自己也好 观察外道也好 观察普遍大众的观念也好 是不是多不理这个 整个社会 为什么会被怪力乱神所迷惑 是不是都在神我观念里面 慢慢去体会 就知道 我们佛法的仪式不共的 无我这个观念有多重要 它是一个事实 不是今天有我我把它破掉哦 这五印本来就无常无我 它的真相就是无常无我 佛陀只是让我们如实地去发现真相 不再被迷惑 不再被邪见而迷惑 这个知见不破哦 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永远不会断哦 所以 在贪欲中 在词曲中 在实有感中 希望永恒存在的 这个是什么 就是自性界 这个就是让我们怎么样 此印面与余印相细的轮回 根本就是这个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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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